一个制造了几十起血案的犯罪团伙 竟然是由几个志气未脱的年轻人组成的 最大的不过21 最小的才17 其中还有两个女孩 这些人都是混迹城市的流浪人 而且他们都是网络的忠实遵循者 特别要说的是 他们钟情的竟然是杀人游戏 在网络游戏中 赵锦鹏是老大可以异乎反应 而现实中的他却一无所有 以网吧为家 以电脑桌为床 饿了就吃包方便面 渴了就喝凭矿泉水 虚拟和现实的巨大反差 让他最终选择了铤而走行 当时也没住的地方 也没吃 也没听起来 那时候 当时也不想吃特 我们还是要吃草 按道理说 生活的窘迫并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 可这时候赵锦鹏和几个有着同样遭遇的年轻人 已经走火入魔了 他们不但没有恐惧 相反呢 还有一种越狱欲试的兴奋 几天之后 他们分四次 从小贩手中买了七把砍刀和多把笔手 开始盘算着 把游戏里的一切搬到现实中了 在实施抢劫前 为了给自己壮胆赵锦鹏 特意在胳膊上刺了一条大青龙 按照网络游戏中的级别 游戏玩的最好的赵锦鹏 负责全面指挥 严小宇负责管理抢劫来的前务 王龙标等人负责具体行动 赵江慧和李小娜负责寻找抢劫目标 外加望风 张雷负责搜身 抢劫的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深夜在网吧上网的二十岁左右的年前 你说这又是为啥 他们的解释听了 都很滑稽 也怕碰见抢托儿的抢人变医怎么扰 因为像我们这岁数的当警察应该没有吧 所以没抢我注意 你要说他们一点都不懂法了 听了这话明显不是那么回事 要我说就是昏头了 懵懂加冲动 已经让这些年轻人一瞬间从人变成了鬼 咱们还是再回顾一下 笛声网吧抢劫杀人致死案 是怎么发生的吧 监控录像清晰记录一切 案发前几分钟 赵继鹏和赵江慧手拉手走进了网吧 他们在网吧里来回走动 看着好像是在找适合的作物 事实上他们是在寻找抢劫的目标 看哪个合适 有时候看他们桌子上抽什么烟 他喝什么饮料 我还是看比方说抽的烟好吧 感觉他有材料 他叫人 您注意 当时赵江慧伸出手指 指向了这张空座 那是因为这张桌上摆了一瓶六块钱的饮料 在他们看来 这已经是高档饮料了 而此时饮料的主人黎语 恰好上洗手间庭 他根本不知道 一场杀戮就像游戏一样 已经进入既定的程序 翻了鞋都挺肆腾的 好像跟风了一样 有时候他们感觉就说 我见人就砍 这个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